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就是需要绿卡 那么我们要是往生极乐世界 第一需要有身心 第二有怯怨的心 第三有独恨的心 才可以 才能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先讲这个信 就从这说起 就是当年我初信佛不太久 就敢讲这祖师的语录 或者英光大师温超 太好 太好 有人赞叹英光大师温超 说是英光大师这一支笔 那么度了多少的众生 那么也可以度尽了天下的苍生 那么以后我度佛学院 有同学也对我说 他说 看英光大师温超 那个文章 延迟 就像不加思索 从自性中溜出来的 高僧大德说法呀 你看那个语录大多是这样的 随机 就像中国一样 你一打 那马上就是 打众生是众生的生 打鼓是鼓的生 太好 那么祖师说法 怎么那么样的 方便善巧 不加思索 自性中流露出的 以后我就想 祖师如此 祖师是跟佛学的 或者是祖师是佛实现的 永明寿 宴寿大师都是阿弥陀佛实现的 那么佛说得更好 佛说法四十九年 在这四十九年中 讲经三百余会 我们在这一会 我们在这一会 办了 能有十五年了 那么讲经有多少会 最多 每天上午是一会 或者下午老师还有一会 喝起来 也没有三百余会 我们这十五年中 佛说法三百余会 那么佛说法的时候 并没有佛学大师典 也没有参考书 自己 自己也没有一个编辑师 阿难尊者 摄里夫 穆建连并不是编辑员 都是佛自己 也是自信中流露出的 那么说得怎么那么好呢 那比祖师还高 《弥陀经》 《威莫经》 《诸大菩萨大俄罗汉》 或《威莫居士》 就这么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说到最后 温顺菩萨和《威莫居士》 两人一问一答 问他 问他 他记错了 两人默然无语 就是不可思议那个境界 不可思 不可心理思维 不可意 就是默然无语 那么这是佛法 你就是《金刚经》 说到第十四份 《虚不提》 就痛苦流落 阿尔伯佛言 就感动的那样 那么 一本经啊 几百个人研究 几百人的足迹 还研究不透 还不能包括全部 那么佛说经都这么善 是方便善巧的 自行中流露出来的 那么 那么经中啊 普贤菩萨 和佛说 那么和十大愿王 那么 或者是 那 普贤菩萨 《观音菩萨》出来说 《地藏经》 那么《地藏品》 《菩萨》 《菩萨》 那不是那个菩萨 名字叫,菩萨 当年是江苏省民政厅长 他就对他的手下的苏州县长 邓湘海老居士说 说你们苏州有一位圣人 你去要拜见拜见 我们当这个山东有圣人 那么还不知道苏州有圣人 苏州哪有圣人 叫什么名字 这个居正 那居正就是说 就是硬光大师 在那么苏州报告寺 挂丹的那株 你赶快去看一看 这话是邓湘海老居士亲自对我说的 我那时候 我说我没有参学过硬光大师 当代高僧 我参与的很少 我要间接参学参学 别人参学过的 我请问请问他 那么这时候 那么有一位居士 是立法委员 他就 老人家 就是小老头 听我说之后 我再到台北大夫妻的时候 他就 又找了个小老头 两个小老头差不多小 个儿 差不多的高 穿的长袍 都是 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去见我 见我 一进门就说 这就是你老人家说的 参学过硬光大师的 这位居士 叫邓湘海 他的公子啊 那么在 三十年前做过水利局长 台湾省的水利局长 这是他的父亲 叫邓湘海 湘就是非湘的湘 那么大海的海 那么他就对我说 当年居正老居士 告诉他 苏州有圣人 你去看一看 那么他听了命了 在顶头的上司说的 那一定是未功未尽的 是 去 遵命 比如赵派 回了苏州啊 得了时间呢 就派 派他的 民政局长 是什么 通知这个苏州报寺 县长要来拜佛 那么来参观参观 实在是邓湘海 要见阴光大师 那么这时候 市里一听方丈和尚 大家内外打扫亲近 要欢迎我们本地的 那么县长 就是县里的主人 那么都欢迎哦 要选择恭敬一点 好哦 可是邓湘海老居士 说是他去啊 是拜佛 各处就找银光大师 没找到 以后他找到了 在辽湘海里 有一位拜佛的老和尚 可能就是他 也不出来 他跟着门口走 也不踩他 那么 邓湘海老居士 哼 哼 就咳嗽一下 我等着拜佛 说了一句话 给他听听 老和尚还拜佛 也不踩他 他弄得很尴尬 实在无可难和他就 老和尚你在干什么 银光大师也不回头 拜起来了 拜佛 县长又听着不思自慰 连回头不都不回头 我问他干什么 他就在那拜佛 那么想一想又拜了几拜 县长就说了 说你拜佛 他灵吗 那个意思是 你两个公公地拜 然后做无灵干部 完了 这位银光大师站起来 回头说 不灵 接着又拜 接着又拜 这下的灯海了 就是 就不晓得了 张黄师说 不灵他就这么拜 同时 我问的也不客气 你拜佛他灵吗 都不客气 这种问 他答的也不客气 不灵 我再等着拜了几拜 等下 好了 就说 你拜佛不灵 你拜他干什么 你拜佛不灵 应该是在拜佛不灵 你拜佛不灵 你拜佛不灵 看得下,就听在那儿。 那么这时候就过去请问了, 心怎么叫灵吗? 那么我们心灵在哪地方? 那么你心灵你拜佛,佛灵吗? 那么你心灵或佛灵是两码事情, 那么你的心灵或佛的心灵是一码事情吗? 这印光大师开始就用儒家的道理, 四乎五经道理,答对他。 那么当下就诡异。 那么在苏州,邓湘海老爵是找着圣人, 仙长就变了老居士。 居正是中华民国的立法院长, 二十年前是三十年前的立法院长。 这个立法院长也不是随便就能做的。 那么立法院长的师父就是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的皈依弟子就是立法院长。 那么要将五愿呢? 我已经说戴川贤居士也信佛, 做个考试院长。 印光大师专修进度法院。 印光大师专修进度法院。 居正老居士也跟着他老师父学修进度法院。 那么你们说印光大师写出文抄那个笔, 写出那个文章, 你们看不得懂,看不得懂。 就是尸头掉紧,不懂。 那么那个文章我们都看不懂。 他老人家信进度法门。 那么连辰大师,偶艺大师, 连初祖会员大师, 都是当时东晋的民学者。 一看佛经,出家。 就说是, 那么一直也说是, 我们的老庄孔梦啊, 要是比较佛啊, 那都是差的云。 佛是, 佛法是饭菜里头最精化的, 精彩的饭菜。 而这孔梦拉长要是比佛, 那都是朝康, 差的云。 就这么赞叹佛。 那么当代许云老孩, 劝人家要念佛。 那么我们台湾, 广听长号也是全人念佛。 还有一位, 是国际间权威的哲学学者, 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 他当时有美国的博士学位, 方东美教授。 方东美教授以哲学学者研究佛学, 结果就赞叹。 佛学是中外古今哲学中的最高的哲学, 就这么赞叹。 这样赞叹。 那么方东美教授并没有说是京都五经, 出去京都五经其他的三藏十二部, 那都是中外古今的最高的哲学, 而京都五经并不是最高的哲学。 方东美教授没这么赞叹, 所以全部的佛学是中外古今的哲学中最高的哲学, 那么京都五经也是最高的哲学。 那么王大灵感的观音菩萨, 那么京都五经里的也有。 一字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三圣中的一圣。 那么地藏菩萨多生多结, 那么是校女, 以后成了菩萨, 也赞叹念佛法门, 也通达京都的药义。 菩萨菩萨, 文殊菩萨, 诸大菩萨。 就是佛涅般后的世亲菩萨, 荣树菩萨, 也赞叹净度法门。 所以这样我们要深信净度法门。 这总说呢, 这叫信他, 信他,信佛, 信菩萨, 信祖师, 这种当代著名的老菩萨, 局政老菩萨, 邓湘好的老菩萨, 以至于戴川仙老菩萨, 再就是信, 那么方东梅, 博士教授, 说说的话, 也深信不疑。 这些人不是随便说的, 都是有根据的。 那就是, 那么, 映光大师说, 修行方法在积称进境。 那么映光大师说这个话, 赞叹, 实行牧尼佛, 赞叹净度法门, 也是积称进境说出来的。 那么佛没有编辑事, 没有编辑的资料、参考书。 佛就这么说, 俄南尊者给结迹佛经理, 也没有, 说是当时会数写数记, 还有几个, 几个人, 那佛一开口一说, 俄南尊者, 俄南团尊者, 舍利福墓建连, 大家一起写, 一起写, 没有, 都是俄南尊者, 最强的那个记忆力给记写的, 还照样说, 一字不错, 没看到, 翻文备业经典呢, 中间说是, 有天写了一个字, 填了一笔。 那么另外填了, 当时俄南尊者忘了, 没有。 诸摩洛书三藏给翻译经典, 选章三藏翻译的经典, 都翻译过密陀经。 诸摩洛书三藏啊, 我们讲佛话, 要是登广告, 又宣传, 把我的相片也登上了一个。 那么, 若是三藏啊, 根本藏起来不叫人知道, 是国王请去的, 这个国王皇帝请出来, 那个国王皇帝要来争。 你把三藏送给我才可以, 我就不送, 不送我就打你, 你打我我就打你, 完了两下就打起来。 那么, 有若是三藏, 那么这个国打败, 打败没办法了, 就把三藏送给人家。 是两个国家的领袖争取的。 你看多尊贵多尊贵。 居然这个招待啊, 种种供养啊。 罗十三藏最后等灭盘呢, 圆寂的时候就说, 我发现经典这一生, 要是经典我发现有错的地方, 叫我圆寂后, 火化了, 叫我的舌头烧不坏, 释放诸佛菩萨家表, 给后世众生做证明。 不过, 罗十三藏并没有说, 给后世众生做证明。 但是说是证明我翻译经不错, 那么把我舌头留着。 说了之后, 那么涅盘之后, 火化了, 果然舌头没有伤坏。 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 选庄三藏, 昌土八舌呀, 从昌岸出发到天竺, 这中间经过流沙, 丛林, 高山, 山间的那个吸水, 摊过去。 冬天冻得要死, 夏天热得要死。 千辛万苦啊, 路上还遇着过土匪。 那么, 见了戒先论时的时候, 就进了山门, 就感动的没有再走进去。 柜子, 柜子往前走。 不是用脚走, 柜子往前走进去, 去拜见这个戒先论时, 戒先谱子。 那么, 《厄弥陀经》发言里, 两位山藏法师, 一位就是洛世山藏, 一位是玄壮山藏。 那么, 这里的都是赞叹进度法门。 你们信不信? 信吗? 信。 你们是不是跪着走进来的? 那么, 不是跪着走进来的。 圆满要拜山, 代表跪着走进来的, 这个恭敬心。 那么, 讲笑话, 你们不能跪着走进来, 那么跪着走下去。 那么, 到了嘉义火车站, 跪着上火车。 回来家见妈妈, 也是跪着见妈妈。 而我呀, 得了个了生多时法门, 能成佛道的法门。 这是说笑话。 那是, 真是我们感动进度法门。 佛法的要义, 进度中的要义。 那么, 菩萨, 文殊普贤, 弥勒, 观音世之, 以至于地藏菩萨, 和我们有缘的大菩萨, 登觉的菩萨, 或者道价此行再来, 成佛再实现菩萨。 菩萨在菩萨位的时候, 就能实现成佛。 感觉成了佛之后, 也能千百亿化身实现, 这位菩萨, 就这么度化众生。 进一步信着佛呀, 这部《阿弥陀经》是我们本世世纪母女佛说的。 说的是阿弥陀佛的事情。 完了, 十方诸佛, 六方诸佛, 都一口同音头, 又赞叹这本经。 又赞叹本世世纪母女佛能在无作恶事啊, 人根漏裂的时候, 杀父杀母的时候, 专, 这个, 这个, 又六合彩, 玩六合彩, 打麻将, 这个, 又喝, 吃这个安非他命, 这个时代, 而能讲讲《阿弥陀经》, 给大家说说《阿弥陀经》。 世纪母女佛能说, 六方诸佛都赞叹。 哎, 这个世纪母女佛呀, 这尊佛呀, 太慈悲了, 也太能感了。 那么在安非他命的那个仓库里头, 在那个六合彩的那个汇里头, 在股票市场里头, 那么在杀父杀母, 对这个五周恶事中, 世纪母女佛能讲《阿弥陀经》, 很难。 那么这个, 那么有别准佛就说, 我不愿意在这种世界讲。 那么你世纪母女佛能讲《阿弥陀经》, 你能讲《阿弥陀经》, 我可很钦佩, 这是男中之男啊。 讲《金刚经》啊, 我们 十方读佛都赞叹, 你世界目女佛能能讲《阿弥陀经》, 讲 空, 那么空到极处《金刚经》, 讲有——有到极处《阿弥陀经》, 那空有还不二 真是叫我们六方读佛多赞叹。 那么 阿弥陀佛也很难 当年 是国家的 灵袖 一听佛法 就信佛 一定受三规受五戒 法不敌心受婆子戒 那么之后 就一人决然 舍弃了领袖的地位 那么在佛门中出家 法面叫法藏 那么法藏比丘 就发四十八愿 就依这个愿 多圣多结的修 舍身舍命的修 这是难恨能恨 难忍能忍的修 最后称呼 叫阿弥陀佛 这尊佛名 也是很尊贵的 包括佛法 基本的要义 就是物量光明 物量寿命 空间物量 时间物量 人人本具 各个不无 心佛众身上三无差别 这尊佛法心 这尊佛法心都能成佛 佛是开悟的众生 众生是在谜的诸佛 在一物一谜之间 其他没有什么差别 这个心都能成佛 人人本具 各个不无 那么最后 说说我们信祖师 信印光大师 信明学者 方东美教授 或者是 居正老居士 那么印光大师 当代的高僧 我们信洪一大师 尊重印光大师 尊重像师父一样 信徐云老 印光大师 赞叹徐云老 那是真参参 徐云老 就劝大家 那么都要好好念佛 以至于 欧一大师 那么廉持大师 礼带的祖师 都那么赞叹 进度法 那么进度中 出租会员大师 说是 你让人家这个病啊 是要吃点什么 药 会员大师不敢随便吃 那么找一找经典 请市里的律师 专研究律中的律师 给我找一找 过午可不可以 吃这种药 那么律师一听 方丈和想 就是 会员大师 说了之后 赶快去 那么 找到这个 律让 找到 可不可以吃 还没找到 会员大师 那么 原济地 一口气不来 过去 就像 律师一折 那个公案 有那种揭槽 我不弄 明白 我不敢随便吃 那么 会员大师 这种揭槽 而会员大师 新进度要 新进度中修行 那么 进度法门 在 路山上 办这个 最初的联社 那么 当时还有一位 刘举世 也是名学者 也跟着 刘一鸣 也信 也信进度法 还有那样 这不是 会员大师 像 这个 曾子一折 那个意思 还有那样的 比丘啊 两位 要去见佛 昌渡八舌呀 去见佛 那么 走久了 渴得要死啊 也可以那么 饿得也很 很厉害了 要很渴很渴 一定度也是很饿 这就是 遇着一弯水呀 那么 这位比丘说 赶快喝点水 去见佛 这位比丘说 这个葱 水里有葱 我宁肯渴死 我也不犯戒 我不喝这个水 我不能吃 活活的虫子 我不能杀众生 就渴死了 喝水的众生 就先跑去见到佛 一见佛 我宁肯渴死了 这都是 我本师 下家母的佛 拜三拜 那么佛呀 也不这么欢喜 也不猜 他看看佛呀 不猜他 某意识 某意识 都躲在后面 那佛就问 你用什么来 我要见佛 才来的 所以你自己来吗 我说我们有两个人 做伴来 他呢 他办路上 你看那傻瓜 我人真说 滴滴滴 吹嘴 有水 他没吃水 我人真聪明 有水 不就吃水 吃个饭饭饭 来到你老年家 头子 来拜三拜 你看 我真有地毁 下家 文尼佛 我们本师都说 你真 云 你说一人死去 死去 死去 还是躲在躲 你看看 社会文尼佛就说 我旁边站在什么人 看一看就是 汉衣坐回来 被见社会文尼佛的人 那个比较 先到佛前见佛 已经先到佛前 宁恒 可是 也不 这个 喝有虫的水 这种比丘 那是信佛 信到彻底的 佛不让 喝有虫的水 他就不喝有虫的水 那么这种比丘的师父 就是这顿佛 他能说法 骗众生 那都是从悲心 通测地 那么说给众生 救末法的众生 末法的众生 想参参开悟 没有一个可以说是 都是朝摩的多 修密也好多 信经度中的时候念佛 吃素 以后现在没有一种 开婚了 要度众生 吃众生 又要超度众生 众生 要去杀猪 以后要杀贤 贤 贤你们知道是什么 那我台语说不较准 贤 是什么 都是大午餐里头 哦哦 胸 台语呢 贤 我能念那个 接济圣仙的贤字 是贤 说是 那么 我得要超度众生 在大午餐去超度吧 超度 那么去打四个 咸 或者吃它的肉 超度它 没想到这个咸 咸 也信佛 说你吃我的肉 超度我 我就吃你的肉 超度你 以后啊 那个这个贤 都没有把贤打死 而被贤 都加了贤 没法的众生啊 就是老是念佛好 往生的 实在的 多少位 有 参常开悟的 没有一个 秘宗 当身称佛 那么吃素的人 那么开了婚了 在静讲 他就是佛 静讲下 那么又一直 修双身法 欢喜佛法 那么害死人 有人就用这个 闹精神病 亲打电话 问我是见面 问我 怎么好 所以是 大家我们信佛了 所以这个静度法 难信了 能信了 这就万幸万幸的 今生疗生脱死 总说现在说的 都是信他 那么这种心 佛说说 任人本居 各个不无啊 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啊 我们要信自己的心 好好修 也能成佛 佛是 开悟的众生 众生是在明的诸佛 这个心在在密度之间转 能转的 都是未来的诸佛 不转 就六道轮回 永远是众生 受受受受苦 这叫信智 信自己 信他人 那么接着 你看这个太虚空中 无量无边 我们最初 我们最初啊 不用说二千年前 三千年前的 孔孟啊 佛陀的时期 你就在一百年前 二百年前 我们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有星球 担着到四海之内 接兄弟 有普遍动化 重生了 那么 人生天地之间 我们都在天子下 那么天子上也不懂 地子下也不知 不知道 我们这个世界还是个地球 那么地球之外 还有好多个地球 往而亮 那么人家说我们地球是什么星星 我们说别个地球叫做金星火星 那么是九大星星 那么再研究研究啊 天文学家 不但九大星星或太阳系 是一个太阳系啊 那么太阳系是再过去了 天王星海王星 冥王星再过去了 是别个世界的天王星 海王星冥王星 再往那走 又是那个世界的太阳 那个世界的地球 那个世界的月亮 那么那个太阳系 过去了 还有太阳系 无量无边太阳系 那么说是天文学家 说是这叫银河系 你要走 走到那儿 眼睛没法走 有飞机不行 那么这个光放出去啊 过多少万的光年 才能达到那个世界 这个光一放 很快啊 还在多少万的光年 你看这个世界距离多远 那么这样子 我们才知道 空间呢 真是广大无边 并不是 但只在四海子内 那么天下 而已 无量无边的世界 那么这样子 我们才知道 无量无边的世界 西方有个极乐世界 这个空间呢 按照佛说呀 那么这样子 就是小 多少个 那么山啊 水啊 日月啊 叫小世界啊 那么 那么 小世界一千个 就叫中全世界呀 一千个中全 就叫三千 就是大全世界 那么背 背乘三次 就叫三千大全世界 空间就这么广大 那么极乐世界 也就在西方 怎么去呢 你们说怎么去 记得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怎么去呢 你在江山 我拿下眼镜 是什么意思 我看 我听把大家 无人听 听我 我把眼镜啊 能看见书 看不见远处 我拿下来 一看 某些人渡过 我人这真感心 真欣败 都在听 进度中要义 有一点了身脱死 缘冲活道 怎么去 心去 你要是身体走 那没办法走 身去 你就是过去 你就是过去什么 两个腿 聊 你就骑脚车车 要是坐个三轮车 登三轮车 那么练习跑 跑百米 跑马拉松 或者要乘杆跳 又跑又跳 走不到 跳不过去 心去 怎么知道心去呢 就是 我以前说过 我就讹要地说 你们有听过的同学 就是在二十六年前 我有个小徒弟 现在还住在高雄县七山镇 那时候他出家 在连银寺住 我自家过午不识 应是暗是八度都要 要几天 要两天 要到第三天 就要到八度 积息 积息 你们知道泰语积息是什么 积息 日识 日识 就是白天 白天 泰语怎么讲 一息 一息 那么 无态中的姓陀 被 太阳变 好师父 背个子乡 师父这一堆 玩到黑的冰箱里面 这一天 鸭爬起来 怕坏了 应是说真说过 都说了 开始行动 鸭爬看一看 那边都暗暗没电 看一看这边 也是没电 开始出来了 几步几步 去边去走咖 头两堆太阳变 吃下去 万事都结局 没有想到走到半路上 吊着个小绿灯 下面站了个人 驾驶吧 我讲的这 我都浑身捣扫 我都害怕 这个人是我父亲 我二十七岁 我父亲就过去 现在他看见我父亲的时候 是我五十一岁 父亲过去了二十四年 他看着我父亲站在那 他一看他也不认 他不认识我父亲 看看说我父亲 他不认识什么人在那儿站在他 就不敢跟他眼前过了 完了我问他 那时候你怎么办 他说我看他 我说他呢 他看我 我说你呢 我就不敢走 那么不敢走 怎么样 最后呢 我看他实在不敢走 我就慢慢退 慢慢退 退到最后 退到门口 我看看那个样子 这个人实在不想走 这个人实在不想走 巴巴巴 巴 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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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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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打到我 打扫到我 那么我供佛的那间 我就听 那么 腿又跳着 手又拍着 我说按着 我看见师父的爸爸了 我看见师父的爸爸了 咦 我说什么的 还有师父的爸爸 我还没有听过这种名词 我说怎么的 我说你对我讲怎么回事 不敢说了 昨天晚上要偷师父的太阳饼呢 在保密啊 我说你说 我说师父原谅 这就一五一十的说了 昨天这个人 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人 等着我给 现在给师父扫 师父的汤 师父吧 师父的爸爸 师父的妈妈 师父的阿嬷 那么都供在佛的旁边 我看看这里头 那么就是这一位是昨天晚上 我看他 他看我的那个 就是师父的爸爸 我师父上的鞋里 哦 我才知道 不可思议 那么我 我父亲 过去在东北的大连 这个一股 埋在东北的安东 怎么来到台湾呢 水里 南多县水里 想联系 你 你这就怪不怪呢 就是我父亲 我会觉得灵魂来了 灵魂和在世还一样 还是那个样子 有什么来了呢 我父亲想念到我呀 儿子出家在台湾 那么我父亲想我那个音是个音 我在台湾是个源 那么音缘所生法 我父亲晚上就带到炼炼寺 走来走去 世界给他看一看 那么从那以后啊 这个灾界会 愈伴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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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伴在台湾 愈伴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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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 有我 那些老火星真厉害 我就 下山都怕 那不是 有师父的爸爸 又出来 看来看去 那 学生都 那些人都 用轻规倒计 男同学都用轻规倒计 回去到了学校 对女同学 哎哟 联姻是有个师父的爸爸 要玩到家里面 你们大家要去参加这些会 你们的爷爷都用轻规倒计 不敢随便叮当起来 妈就没毛 妈就 妈没了 妈没 都不敢随便的 眼睛毛啊 都不敢随便的 有什么呢 有我师父的爸爸到 台湾省南斗县 水里乡 莲银寺里头 那么有人透明 师父爸爸献献身 那么也就不一定了 那么师父的爸爸也能来到台湾省嘉义县 翻到洛乡一德西 迎戏来看看我们大家 我们要是去那个灶咖去讨病假 师父 我爸爸都献身 那么如此我们要好好念佛呢 十八关灾县呢 过后就不识呢 我们一心念呢 我们西方近日世界的爸爸 大慈悲父 也献身给我们看一看 度过我们 那么所以以后我们同学大家一期 那么不去偷饼吃 怕看见师父的爸爸 那么一期都致称梗戒 念激热世界大慈悲父 念一心不乱 要看看激热世界大慈悲父 这叫信誓 事实就是如此嘛 空间无量无边世界 再往外怎么说呢 我们以前想都想不到 那么一直坐那个飞机 在飞机里头 又说又笑 一直在飞机也可以拜佛 那么五十年前都没想到 飞机发展到这样的前景 完了 在天文学上说 那么 那么 但知道登陆月球 那么有这个太空团就了不起了 要是想登陆 火星 金星都登不上去 那么 何况 过了无量无边的太阳 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去 新去 我的爸爸 那么能从东北来到台湾 嗯 嗯 嗯 那么都是什么 灵魂来 嗯 灵魂怎么来 就是想儿子出家 嗯 这是因 那么儿子在这 又办在这些会 爸不要来看看 嗯 嗯 那么这是事 信事 心理力 就是由这一念心想去 因缘成就我就去 嗯 那么这一念心 要是想太阳饼 就不能去 嗯 那么我要一佛念佛想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嗯 那么自得心开 嗯 这是心理 一切未行造 这是心理 嗯 嗯 那么 中华民国的东北 这么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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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湾 那么 在这么南 南边 嗯 现在东北 那个 江里的那个水 黑洞江水 洞有七尺厚 我们台湾呢 南部还热 还可以三扇子 这么远的世界 啊 师父的爸爸能来台湾看看师父 嗯 这不是一切未行造吗 要是一心念我们的佛 那么 这样的伟大的佛 也是告诉我们 他让人家能来接我们往上极乐世界 嗯 咱们都一切未行造新去 这个极乐世界 这个世界 无量无边的世界都是由心所谢 嗯 我就到大陆上去看啊 去年前年去看 看大陆上的 民众啊 那个面向 穿的衣装 街道 都市乡村 那么再看看我们台湾 一般人的那面向 嗯 或者个都市乡村 或者种种衣装 一切我感觉 都是因缘国报 而是未行造 嗯 还没我在那个 偷袭日子 我在那个海外 我在那等飞机 看见日本 那么放寒假的学生 到美国去 旅行啊 我看日本人那些面向 和我们都是荒种人不同 韩国人的面向 我在东北接近韩国 我也知道 嗯 就知道一切未行造 这种心才有这种面向 才生在这个国土 这种国家 一点不错 嗯 那么你转弯上 你看印光大使那个面向 红衣大使面向 徐云老皇的面向 那么你再看看 社会新闻单上 那么看的 登的那个抓的那个 是一凶的相片 或者是就是抓的凶手的相片 打杀的这些人的相片 一切未行造 我们深信这个理 就是 无量物变成的世界 无量变成的星球啊 这是事项 那么我们在一个世界还有东西南北 一个国家还有北方人南方人呢 啊 这个地球有黑人白人 荒种人啊 中种人啊 轰种人 不同啊 嗯 嗯 那么我们的深信既得世界 嗯 嗯 那么有这种世界 就有这种教主 我们的佛能像就那么壮严 所以念佛呀 那么见佛呀 以至于见光见华呀 嗯 这一切未行造 有清静的心 嗯 你大学的学者教授啊 那个相貌 就是理智的相 而是大企业家的相貌 就是福报的相 嗯 嗯 那么一切未行造 这个理决定不错 这叫信事又信礼 那么你念佛见佛 我往生佛国 嗯 这是因 那么往生佛国之后 听佛说法 正无声法人 嗯 那么得正了 阿比巴志 得获诸大阿罗汉 诸大菩萨做伴 一致 那么 都是一生补处 将来都能补学佛位 这是果 我不信佛的时候 我病多 我不信佛的时候 恐怕早 已经 都没有我 我信佛之后 身体才渐渐恢复 以至于我10月22 闹那个知性肠炎呢 即性肠炎呢 我因为吃那个东西腐败 我怕糟蹋了 我就拿着出门吃 吃了 当天晚上就闹即性肠炎 那我的血压将到三十五十 都很危险呢 休克的状态 我自己就不知道了 那么在台中中中 住了六天呢 有三天 还是跑厕所 那么再后三天 我自己感觉是好 好了的时候 这个 我这时候都用佛法 挑心 挑身 渐渐渐恢复 恢复到现在 我的根 都是佛法的力量 也是我卫心转 念佛 念观音 都才能这样 就是信音信果 我的两个哥哥呀 不着调 互搞转摘 一个是三十六岁死的 一个是三十七岁死的 我讲佛法 他们都不信 不接受 我父亲信佛 可是有什么恶的因果 五十七岁就故 五十五十五岁故去的 那么曾经 一天吃一个鸡的鸡汤 一天一个鸡汤 一天一个鸡一个鸡汤 吃了一年多 杀了几百只鸡 那么还念佛 还在说念佛 晚上 那么就看见佛了 真是清净光明状元 老人家也不会说 但是比量 万道金光 想去拜拜佛 欢喜得了不得 念了多数年年佛 这次要见佛 可要拜拜佛 拜拜佛 拜拜走一走 走不动 这怎么会走 我的好好的人 走不动呢 司机看看 看这条鎢 鎢你们指的是什么 双子 这个阴法的还是对 这条鎢 好 那么这个鸡啊 都用嘴去叼 用翅膀 这个针 领不上来 领不上来 我嘎嘎 就那个意思 去叼这个绳子 我父亲说 他们那个鸡针这条绳子 这是怎么个意思呢 看看那个绳子 那头他们鸡针 再看看眼前这个绳子在哪 这么捆在自己腰上 哦 这个鸡针这个绳子 绳子绑在我这个腰上 所以我就走不动了 想拜佛不能拜佛 一想 是自己吃鸡杀鸡的关系 这时候醒了 醒了从那天 就对我说 不吃鸡汤了 问我吃什么汤好 我说那么要吃素汤就是柏林菜 菠菜汤最好 父亲从那天就吃素 就吃柏林菜汤 其他也都吃素食 这就是信音信果 念佛就能见佛 杀鸡 那么因为杀鸡吃鸡汤 肉完全不吃 在一个鸡 煮五个钟头 把那个滋养分都煮在那个汤里头 那么 那么这样再喝下去 这个滋养吸收的就很快 那么因为杀鸡喝鸡汤啊 所以想见佛走不到眼前去 因为念佛也就见佛 我们必须要深信音果 信不信 信的同学举手 那么下一次再讲 还有不举手的 不举手的下一次就不让来听了 那么这叫信他 信字 信事 信理 信信 信音 信果 十一点下课 是不是 现在是十一点 那么 把这个 我这个椅子给我拖一拖 你们常照例地就打板过这堂 那么我后面再赶去 这个 这个是北施 可能也不走 就让他们有什么感觉 我可能会不会有什么感觉 我可能会不会有什么感觉 为什么悉似是这就能安心